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epo公民新聞報 高雄有一位打鐵超過五十年的師傅 郭長喜 他將自己精華作品 與蒐集來的各式農具 兵器 規劃成小型的博物館 希望能夠傳承打鐵文化 像是說 我要跟你講 在哪裡 這樣就像是像是像是像 悠悠的浪潮 鹹鹹的海風 卻夾雜著強亮的打鐵聲 新達鐵鋪已駐立於高雄市新達港長達五十多年 在這裡 郭長喜師傅仍挺著七十多歲的身子 日夜守在熔爐前 以汗水澆織出一支支無間不摧 削鐵如泥的好刀 師傅強調 鑄鐵對火候及鋼鐵層次 硬度的掌握都需十分精確 在師傅看來 任何記憶就如同打鐵 只要願意經過千錘百鏈 節能成其大 因此從不利於教授他人 也曾參與勞動部的產業計劃 為保存此文化盡心盡力 如同對自己技術層次嚴格的要求 師傅更期許自己推廣鑄鐵文化的理想 能透過親手打造的小小博物館延續下去 台中厚禮是高階梨的產地 有年輕團隊設計把梨梗製成筆 並且舉辦以工換宿的漁工移山計畫 希望透過外力把農村廢棄物 變成有價值的商品 這些看似不棄艷的梨梗 在眾人的努力之下即將進行大變身 台中厚禮梨村在採收季節 因為農氣物難以解決 部分梨農選擇為家分類 直接一把火燒掉 天空也不時出現整整黑煙 為了趕走黑煙 梨里人農村工作室創意發想 將梨梗做成梨煙壁 也賦予了農氣物新的生命 而近日舉辦的漁工移山換工計畫 就是梨梗變黃金的第一步分類 我們今天分類了 然後把梨梗跟包裝紙跟鐵絲分類之後 然後把分類完的梨梗拿回收再利用 然後製作鉛筆還有原子筆 然後可以抵押我覺得還蠻好的 然而對於換工活動也有網友認為 農民的農氣物應該自己清 自己的天空自己顧 總是靠外人協助清理 可能會形成依賴 其實這裡是在計畫裡面 會想要讓大家知道的是 第一個當然就是人力真的是不足的部分 還有一點的話就是真的在觀念上面會有一些落差 就是生產為主的觀念 跟要兼顧到所謂社會成本外部成本這樣的一些效果 社會環境成本這樣的概念是很不一樣的 而當商業模式足以支持再生的時候 農氣將不再只是農氣 而是能夠重新活絡農村的新商品 全力的露情 都沒有任何人 任何人 一個人 任何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